春去秋来 转眼间又是一年过去 芳希喝了一杯酒 默默庆祝自己19岁生日 南荒也不知如何了 她当初随意找了个地方穿越 理论上穿越回去也不会有太大危险 但芳希还是决定 等到自己宗师之后再回去查看一番 毕竟修仙者的时间观念与普通人是不同的 一场战争打上几十年 上百年都有可能 现在青竹山附近必然很乱 自己还是仙人人 武道修炼到了四部武师的地步 接下来就是神荣天地 讲究的是顿悟 对于外部环境与资源反而没什么要求 奈何 芳希怕的就是这种没要求 否则 搞不好 她可以直接以灵丹庙药冲关 倒也不是没有办法 传闻之中 青竹山的拍卖大会上 据说有拍卖过一种开灵丹 能临时增加修饰的悟性 最后拍卖出数百块灵石的高价 如果我手上有一枚 或许可以加快领悟天人合一的速度 可惜纵然我有灵石 也未必能买得到啊 芳希叹息一身 收拾起桌子上的一张狼皮 这是她花费重金 在三元城收购到的一张狼皮 狼腰之皮 除了狼皮之外 还有一串狼牙项链 被她当作天头 一并收入囊中 这些东西都是日后南荒的零食啊 只可惜以方冷这个身份 偶尔收集一点妖兽材料 可以说是个人兴趣 大量进货就有些惹眼了 更何况 三元城最大的妖兽材料渠道 还是在列妖会 迟早有一天 统统都得姓方 现在先不急 芳希收好腰狼皮 来到教场 孙红蝶早就被她打击地回家嫁人了 此时教场之中 只有寥寥几人 都是她后来收的学生 师父 升级为大师兄的清桑 由于食物充足 又开始练武 最近一年 个头窜得飞快 已经有了几分小大人的模样 特别是她打服了一条街的乞丐之后 已经从原本的乞丐帮派手中夺回那条街的地盘 聚拢了不少小乞丐 不仅平时乞讨 还垄断收菜卖菜 到夜乡之类的生意 不说日进斗金 但也远超一般平民阶层 如今已经在武馆附近租房居住 嗯 已经气血三变了 不错不错 芳希望了一眼 便知道清桑的武道境界又有突破 这都是师父平日教导之功 清桑笑得很谦逊 我远远比不上阿呆 他早在一月之前 就凝聚真丽 今年武蒙评选八郡 我看师弟很有可能选上 到时候师父的武馆就一战成名了 武蒙便是武馆联盟 至于什么新秀评选 芳希是一向不在乎的 不过令他有些意外的是 这次的新秀之中 居然还有一人 乃是白云武馆的张明鼎 当初身为企儿的他 被张俱明收养 还有如今成就 想必对方在天之灵 也能感到安慰 对了 阿呆呢 芳希扫了一眼 没发现阿呆 有些好奇地问着 街口有人闹事 阿呆师弟是健义勇为的性格 已经去处理了 清桑平静地回答 是黑虎帮七行霸市 又要加收月前 原来如此 芳希了然 最近两年 三元城的帮派势力 其实很混乱 经过了好几次大洗牌 而究其原因 居然少不了他的锅 因为皇家倒了 皇家身为四大世家之一 自从最强高手 被芳希活活打死 祖宅又被闹得天翻地覆之后 就迅速衰落下去 每几个月甚至被发现灭门 全家上下无意活口 而剩下的三大世家 与其余势力 则是默默瓜分了皇家 原本占据的利益 皇家这头庞然大物 倒下之后 上面的吃大头 下面的小鱼小虾 自然为了一点残羹剩饭 大打出手 这就造成一定混乱 那段时间的帮派仇杀特别激烈 不过跟普通人没什么关系 没有多久 一个穿着轻衣的少年 从武馆外走来 他依旧长得五官平平 双目无神 呆呆傻傻的模样 轻目师兄 轻目师兄好 但武馆学徒可不敢怠慢 纷纷行礼 嗯 阿呆的大名就叫做轻目 是方熙取的名 然后阿呆自己跟轻桑的姓 但轻桑跟方熙 依旧喜欢叫他阿呆 师父 大哥 解决了 轻目来到方熙面前 先行了一礼 才对轻桑道 他如今是武馆主境界 放在其他城池中 甚至都能开个武馆 招摇撞骗 不对 是开宗立派了 嗯 解决了就好 咦 方熙上前 摸了摸轻目的胳膊 你的气血 积蓄飞快 真立静都困不住你 好啊 好啊 他连连汗手 十分欣喜 毕竟 那会员神异图 都是自己随手画的 但轻目 竟然能以之突破真立 就代表自己的道路没错 若是对方 还能沿着混元真弓的路子 一直到凝聚真静 那就说明 这门混元真弓 已经基础夯实 没有太大破绽了 可惜 为师也只是区区一个真立 但这样吧 今晚你过来 为师有一些新的语体会 要跟你一起探讨一下 方熙如今 对外宣称 自己同样是一个真立境界的无管主 毕竟哪怕五盟之中 能突破成为真静武师者 也是极少 方熙自然不会出这个风头 师父这么说 显然本门混元真弓 有可能晋升武师 清桑眼睛一亮 连忙按着轻目的脑袋 快 谢谢师父 毕竟 那可是武师啊 三元城 虽然是定州首府 但大势力 一向严格封锁一些高阶武功 与秘法 武师 就是真正的高层了 因此 一门有可能 练到武师的功法 有多珍贵 至少清桑 根本想象不出来 哦 谢谢师父 相比于清桑 清目则是依旧傻呆呆 被按着头才知道道谢 圆河山 雷急风 灵湖山正半躺在靠椅上 面前是一个巨大的铜火锅 雕刻成各类兽型的木炭 泵发火焰 欢快地舔湿着锅底 让里面乳白色的汤汁沸腾 在周围的瓷盘里 满满地堆着牛肉 羊肉 以及各类蔬菜 旁边还有一个冰雕的水晶盆 里面是各种冰镇水果 十分好看 同时也勾动人的口腹之欲 灵湖山 方兮走了过来 随手甩过来一个巨大的黄皮葫芦 嗯 灵湖山接过 拔开葫芦塞 咕噜噜地灌了一大口 这才满足地叹了口气 好久 方兮坐在火锅前 拿起筷子下肉 同时还在念叨 我总觉得你是不是在坑我 那个什么宗师的红尘炼心 我觉得一点效果都没有 哈哈 小友太过心急了 这才几年啊 这灵侯酒不错 下次多带点 灵湖山大口喝酒 大块吃肉 嘴里塞满酒肉 吐出模糊的声音 纵然小友天赋异禀 想要突破宗师 却也要等机缘 实际上 若小友十年内突破 恐怕五道天赋能排得上定州百年内第一 连宗师会那群老家伙都会被惊动 宗师会 那是什么组织 方兮来了兴趣 跟灵湖山聊天 总能了解一些内幕情报 这也是他时不时来找灵湖山的原因之一 宗师会啊 那是一个遍布大梁的神秘组织 入会要求 就是真刚五圣 据说是为了探寻五圣之上的境界 灵湖山陷入某种情绪之中 五圣之上 方兮心里一动 那找到没有 很可惜 并没有 宗师就是五者极限了 灵湖山遗憾摇头 那真是遗憾 方兮略有些遗憾 他原本还以为 这世界能存在住机器体修的 却没有想到 真刚五圣就是极限了 宗师会就是一群不甘的人 组建的组织 他们觉得五圣之上 必然还有其他境界 然后就开始研究妖魔 特别是魔的不死与宙力特性 被视为新的希望 做了许多惨绝人寰的实验 奈何都没有什么后续 灵湖山叹息 研究 魔 方兮突然冷笑 要论惨绝人寰 你们圆河山的肿魔入身法门 倒也不遑多让 还是说 这个秘书是你从宗师会中换来的 哈哈 宗师会只是一个松散机构 老朽年轻之时 倒也以个人身份加入过 灵湖山并未否认 这么看起来 日后等我宗师了 也要去宗师会看看 方夕心中做下决定 吃饱喝足之后 他站起身 灵湖山来战一场 纵然如今只是四步武师 但通过与武圣交手 或许也能明悟一些真刚运转的敲门 走出将真净化为真刚的第一步 还打 灵湖山一瞪眼 直接躺了回去 不打不打 你那个光照护身的秘书 太过赖皮 只准你打我 不准我打你 一点意思都没有 说实话 他对这位鬼剑仇方冷的秘书 的确相当好奇 可惜 对方就是死死捂着 不给他一关的机会 莫非是什么模仿模的秘书 灵湖山心中有些猜测 旋即转移话题 其实 不论游戏红尘 还是走生死搏杀突破之路 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认清自己的内心 这是宗师的起点 宗师之心 我的心吗 方兮一正 最烈的鬼剑仇方